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北半球到南半球 当东方遇见西方 我就问了她三个问题 住在原住民当中 中文也没有人会听 我讲的英文他们也听不懂 然后他们讲的亚马塔拉语的我也听不懂 他们学习轻松面对困难 在那边就是服饰 那在那边就是成为一个帮助 在澳大利亚的中部红色沙漠中心 有一个世界著名的乌鲁鲁卡塔楚塔国家公园 这里拥有世界最大的毒块岩石 欧洲人将它命名为爱尔四岩 但当地的原住民称之为乌鲁鲁 乌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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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带着信仰和传统的圣地 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非常特别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部落与族群组成 各自拥有自己的方言 他们的聚集地大多都远离城市 就像茶树 Tea Tree 就是澳大利亚中部其中一个原住民社区 黄明芳和丈夫David 曾经在这个社区住了八年 这个就是我们住了八年半的家 这个地方叫做茶树 我以前都称这个地方是茶树小屋 我们来的时候 以诺才三个月大 明芳和David从事圣经翻译的工作 他们要把英文或者是 相近原住民语系的圣经 翻译成为亚马他拉语 亚马他拉语以前就是只是口语的 那因为我们将过来 还有加上其他原学家 所以才开始有手写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呼召 就是把那个口语的东西 转成有文字的 然后把有文字的别族的圣经 或者英文圣经 或者然后翻译成亚马他拉语的圣经 所以我们的方式是 我会坐下来跟他们 可能在一棱上 我们会 read the 第一语 也许一语 然后他们会读成一语 他们自身上 就会读成一语 所以他们会开始读成一语 然后我读成一语 然后我会读成一语 然后我会读成一语 所以这个程式 有机会有的工程 我会读成一语 然后有很多用途 用途是有用途 我可以读成一语 我可以读成一语 和语 语 然后它是第一语 我们以前没有做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很幸运 当David移到教堂 然后开始教语 读成一语 读成一语 尤其是读成一语 我们感到很期待 其实在原住民去工作 你不能说我要来就来 是要他们邀请我们来 原先呢 我先生David 他是在阿里阿拉 另外一个五百多公里以外的另外一个区 那个区里面呢 有三个宣教士在做圣经翻译 三个都叫大卫 这边的这个牧师就说 你们那边有三个大卫 我们这边都没有人来做圣经翻译 他就请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愿意过来 所以大卫当时是单身 所以他就觉得说 你们都不好动 那我就动 所以他是200年 他听到这样上帝给他这样一个呼召 他祷告 然后那时候他还是单身 而就在他打包行李完 什么都准备要离开 在他原来的那个福祉地区是Utopia 而上帝就预备我跟他在那认识 明方和David的认识相当有趣 当时明方在澳大利亚接受语言学和英文的训练 准备加入圣经翻译团队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宣教士向他介绍一位男性基督徒 而明方的反应很特别 我就问了他三个问题 我就第一个问他说 这个弟兄有很爱主吗 他就跟我说 他如果不爱主 他不会住在Utopia 做了三年半的圣经宣讲 你知道他在那住的有多辛苦吗 他是住在一种车屋里面 没有厕所的 也没有什么冷气的 就是很简单的 他就说不爱主哪有办法 在那边待了三年半 然后第二个我就问说 你觉得他有想要结婚吗 我说有很多弟兄到了一个年龄 不一定会想要结婚 他就说这个问题 我也没想过不知道 然后他就坐在那边 他就想一想 他说有 他有提过说他没有找到合适的 不是说他不愿意结婚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他已经是在这个团队里面 而且是做声音反应 所以这个侍奉的方向 一定是跟我一致的 三个条件都OK了 我才开始为他祷告 David Strickland 出生于西澳大利亚的博斯 在读大学时代新主 曾经编写过电脑程式 当过老师 后来一位宣教士鼓励他 接受语言学的训练 他也加入了圣经翻译的团队 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当天 David刚好结束在Utopia的工作 带着家当回到爱丽丝泉 他希望能在回博斯过圣诞之前 见到明方 我来到搶跌了 我的車子是滿沉的零泥 因為你現在乘得更紅 有零泥 ND 我當時很在乱堅定 我的車子是滿沉的零泥 很沉重 你可以看到這個情況 我這裡有一個台語员 很聰明 我這裡是東地獄 很棒的印象 但是 我第一次看到她 我心裡很深刻觸碰 這女孩在等著我 很觸碰 非常的喜樂 而且很有平安 跟我媽講完那通電話 我心裡就感覺上好像神在 允許我跟這個弟兄交往 就幾天之後 她就真的打電話來 然後就邀請我去澳洲 去她家 像我們華人 你又不認識不是很熟 就見她這幾天 那你要去她家 那一定是要父母同意 對不對 那我媽媽就給我一個 所以我就接受她的邀請 就到了需要 明芳出生於台灣 從小就跟媽媽去教會 15歲那一年 因為太在乎別人對她的觀點 所以對信仰產生了懷疑 15歲那年我就覺得說 生命有什麼意義啊 都沒有人注意到你 就突然那種整個人的那種 自我形象就變得非常的低落 就覺得教會也不想去啊 可是就在那個時刻 有一個特別的一個感覺 就說那人生活著 到底是要幹什麼 你難道就是期待 人家對你的注意嗎 那如果人家不對你注意 你的人生就沒有意義了嗎 然後我就想我今年15歲 好啦如果說我的生命就這樣結束了 那我要去哪裡 那也不是天堂就是地獄啊 我說那我當然不要去地獄啊 然後我要去天堂 好了我如果可以去天堂 可是我到底會活到幾歲 如果說我活到75歲 那我還有60年後的人生要怎麼過 到底是什麼是我真的要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突然一個感覺說 我要一個讓我能夠羨慕的一個人生 那時候我第一個想到就是一個 有愛心的人生 第二個是有喜樂的人生 第二個是有智慧的人生 那我第一個想到 教會的師母 這個師母啊她很有意思的 頭髮白白的然後每次都跟我們說 今朝脫了鞋和襪 不知明朝穿不穿 所以呢你為什麼要擔心這麼多事情 所以她就是很喜樂 我在那個瞬間就是想到一張很喜樂的臉 就是她 然後另外一個看到是一個愛心 我說誰是有愛心的 其實我也想到我母親也是很有愛心的人 她都是常常把最好的給別人 那我就想到智慧誰是有智慧的 美國的國父華盛頓 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然後又想到很多科學家 我就突然發現說 敬畏神的人真的是有智慧的 那一天的那個關鍵時刻 我想到的就是這個智慧喜樂跟愛心 那我在那個瞬間就決定說 我一定要重回耶穌的懷抱裡面 三年之後 明方在一次聚會當中 立志以後要全時間為主傳福音 但當時家裡有經濟壓力 所以明方選擇一邊讀大學一邊工作 畢業之後她選擇到基督教醫院當藥劑師 那一個是一個很有傳福音意向的一個基督教醫院 那醫院有很多一群年輕熱心的基督徒 護理人員及醫療人員 我們下班就會去跟病人唱詩歌 所以那時候我都跟院目部有很緊密的配合 有一天我就覺得說 好希望我是那個在外面的人 而不是站在藥房裡面的人 在藥房沒事都跟人家講三句話 早上吃啊 飯後吃啊 睡前吃啊 不要吃太多啊 什麼就講這些 所以工作兩年之後呢 其實我有在想 是不是要去考慮去讀花神 可是呢 我那時候 其實我跟我母親講的時候 我母親說你兩個弟弟家計還滿重的 好像提醒我再等一等 然後教會那邊也覺得不一定要啊 醫療傳道也是很好 所以因為有一群很熱心人在一起就好 所以第三年我就忘記了 然後第四年我想說大概也不用再想了 結果就在我認為不需要再考慮的時候 有一天呢 我就跟我的朋友 兩個出去野餐 我那朋友就坐在橋邊衣服 很自由自在的樣子 我是本來是cautious人 所以我的腳都不敢放下去 我就把腳盤著 看他很高興我就把腳放一下 結果我腳那麼一放下去 就扎了一下 然後我就覺得不對勁啊 我全身都一直這樣 腫起來這樣子 我就跟我朋友說我要快點回到醫院去了 那個急診室的醫生就說 你是被一隻蜈蜈咬的那個巴那麼大在我腳上 我自己都不知道 然後就在躺在那裡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到 上帝啊我在十年前許下的訓宴還沒有還願 所以我就跟上帝 我就仰著天就跟上帝說 我現在不能回去見你 因為我現在回去見你 我是空手見主 我就跟上帝說 你如果還要我的話 那就為我開三個門 我媽媽說yes 醫院也說yes 然後教會也說yes 結果明方康復之後 醫院的院長 媽媽和教會都同意讓她去讀神學 兩年之後神學畢業 明方擔任院母的工作 向病人和家屬傳福音 當工作越來越順利的時候 神給了她另一個挑戰 那當時我們的基督教醫院非常蒙福 已經大概是一千多人的一個醫院 所以我們的院幕部已經蠻大 那我就十幾個院幕 站在那邊的時候 就對著一群人在那裡唱詩歌 分享神的福音 那有一句話就進到我的腦海說 你有沒有留意到 你們十幾個傳道人 是對著同一個族群 傳福音 可是今天在世界上 還有很多很多的族群 連一個傳福音人都沒有 我就嚇一跳 我就說上帝如果有這樣的族群 我願意去 因著這個感動 明方決定加入聖經翻譯團隊 來到澳大利亞 又因為和David相愛 所以組織家庭之後 他也加入翻譯 亞馬他拉語聖經的工作 但是剛開始的時候 明方就面對語言和文化上的 極大挑戰 非常難不容易 和 travaill好了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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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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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u Miguel 所以她很 Buff оп 我覺得 Boris 晴 芥 вы 那麽多年來在茶樹的時候 其實中文也沒有人會聽 中文也沒有人會聽 那麽多年來在茶樹的時候 其實中文也沒有人會聽 我講的英文他們也聽不懂 然後他們講的亞馬塔拉語 我也聽不懂 我講的亞馬塔拉語 他們也聽不懂 其實所以我在茶樹那麽多年 其實很少講話 我還記得我那第一次 跟大衛問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這個翻譯的族群有多大 他跟我說不到兩千人 我的心都... 涼下去了 他說上帝 我能念那麽多人 聖經翻譯我想 就要翻譯那幾億人 我就說 他媽這個豬胎 他說他有兩千人 所以那時候大衛就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如果一個教會有兩千人 你去不去服侍 你去不去服侍這兩千人 我說當然去啊 兩千人教會很大 他說一樣啊 這兩千人在上帝也很重要 所以從此之後 我就沒有懷疑過了 民方高效率的工作方式 來到原住民中間 也需要適應 從少許我認識的 中國人 他們都非常集團 非常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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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時候真的要 有一點彈性 就是說不要對他們期待太多 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 跟我們的規矩是不一樣 我們是很集團 我的計畫放下去 我就一定要成立 他們是比較是 我計畫有了 可是如果家裡 有任何的事情 他們是第一的 所以你講好的事情 他都可以放棄 就是因為他認為 他要去照顧家裡的 這件事情 比較重要 她已經成立了 但她已經成立了 承認 這件事情 這些人是不同 不同的文化 所以你不能想看 一個高級的標準 你也不想看 對 我就要學習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去 跟什麼人工作 我就自己多帶一點書 那他沒出現 我就自己看書 反正我只要有一本 中文算盡 我就坐在哪裡都可以 沒有人來我也沒關係 我就自己唸中文 然後感謝他們一組 原住民很喜歡唱歌 也非常有音樂甜分 所以除了翻譯聖經 David也幫助原住民 收集和製作 他們的母語詩歌 接著唱歌和禱告 明方發現原住民社區 開始有改變 既然人們 有一次我就跟我們一個 我們家住在旁邊 就有一個警察 有時候會跟他聊天 他就跟我提到说 他说你知道这个村落 史德林村 我都很少去 他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边都没有什么暴力 没有什么家庭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赌博 都很安静这样子 然后我就很惊讶 那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牧师每个礼拜三 他就唱十个 所以我们有一次就去参加 但我很感动的时候 他不是就是拿起吉他唱 他是设了一个麦克风 然后我也全村祷告 就是深深的感受到说 借着敬拜赞美 借着这样一个祷告祭坛 借着神这样子一个话语 就很奇妙就在史德林村 有这样一个转变 然后这个路西师母 他那天还跟我说 还不止是这样 我们现在还都到 我们另外一个村 去讲福音给他们听 就是塔若村 就离他们那边 还有五十公里的地方 他就说 我们每次还没到 小朋友都坐在那边等我们了 Christian people who really want songs in their own language based on the Bible and that takes a lot of time but it's very effective as a form of ministry a lot of people who don't read any language we find that what they know about their faith is what they've learnt by memory from their songs just the delight you hear when you hear testimonies of just how the word of God comes alive to people when they hear it in their own language and just when they share about it and it's as you say not a visible of a very up-front ministry that you can see the fruit from immediately but it's it's just so special and so needed 在乌鲁鲁西面 二十五公里的 是奥尔加山 The Augas 原住民称为 Katazuta Katazuta 现在 Uluru附近建设了机场 游客可以从 澳大利亚各大城市 直接乘航班前来 节省了不少时间 但仍有不少人 选择自己开车游玩 爱丽丝泉 Alice Springs 就是必经的重转站 近几年 David和明芳搬到 爱丽丝泉 因为儿子Eno 开始落学了 虽然搬离原住民社区 但David每个月 都会回查树 继续跟传道人 一起翻译圣经 而明芳 也努力录制 有生圣经 我们的圣经团队的 一个意象就是 只要有翻译出一本书 我们就把它做成 CD 或者做成USB 或者做成 这个放在电话卡里面的 所以对于他们的 不但有书看 也可以用听的 用不同的管道来听 这条宣角的路 其实是神自己的路 是他自己在开路 在游住民区 去讓我學習到真的要想耶穌 就是在那邊就是服侍 成為一個幫助者 把心中這一份愛畫出來 從台灣到澳大利亞再到原住民中間 黃明芳跨越國界、種族、語言的隔膜 因著對神堅定的信心 踏上一條不一樣的道路 將神的愛帶給在紅透地上生活的人群 如果你想更多認識帶領民方的這位神 歡迎致電恩與生命熱線 或登入恩與之聲的網頁和我們聯絡 我們很樂意與你分享更多基督信仰 願神赐福你 讓開活的生命讓自己成為別的祝福 天主的愛別讓我心中收手來哭 我們一起向世界播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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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恩與之聲以世界各地華人經歷耶穌基督 帶來生命改變的真實故事 透過全球電視和電台廣播網絡 還有電腦互聯網廣傳福音 也以生命關顧電話熱線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們的事工很需要你經濟上的知識 就讓我們繼續為福音齐心協力